歡迎回到現場 那麼今天的單元 當全世界大家都討論烏克蘭的時候 我們把這個場景拉回到整個全球疫情的演變 那麼到現在為止 先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全球確診病例 四億七千三百一十四萬 那麼死亡人數超過六百一十萬 那大家可以想像得到 美國已經在八千多萬了 那麼歐洲國家大概都兩千萬起跳 那麼印度是四千三百多萬 亞洲國家當中 現在看起來日本也是不斷的在竄生 那我們也看到香港跟中國 現在各地在蔓延 今天當大家討論戰爭的時候 我們也把另外一個場景 拉回到從二零二零年的一月二十三號 無案封城以來到現在 那麼已經進入到滿滿兩年以上了 我相信這個疫情到現在為止 有人說他已經到尾聲了 也有人說他還會在蔓延 也有人說口罩會戴很久 今天我特別邀請到中央研究院的 和美鄉驗室也包括在這次抗議當中 帶領國人打出漂亮成績 拿他的名字叫王碧勝 那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 今天我們也請這個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 應變組的副組長王碧勝來到節目現場 那麼來跟大家來共同探索 我相信第一個大家非常關切的 這個疫情到底到尾聲了沒有 那台灣在防疫有承受 我們如何找到安全降落傘 能夠安渡這一場危機 另外一個角度我們來探討 香港跟中國在最近疫情大爆發當中 他所呈現的到底是什麼樣的現象 我們今天要把這個問題丟給兩位 我們真正專家的專家 我們請何博士跟觀眾朋友問候一下 觀眾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好 好 畢生 主長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先請我們何博士來給大家來說明一下 現在這個全世界看起來這個沒有收斂 有的國家慢慢說 有的說要跟疫情 要跟病毒共存 有的要清零 每個國家手段方式都不同 到目前為止我們怎麼看疫情的發展到現在 應該是這麼說 清零的國家很少 只有中國跟香港 那其他的國家都是進入解封的狀態 那所謂解封的狀態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狀態呢 其實就是他們所有傳播的這個病毒 Omicron傳播在他國家的病毒 R值是小於1 而且是穩定的小於1的時候 大家就會解封了 可是在因為他的假如是病例是很高的時候 他小於1 他還是會繼續傳播一陣子 但是他們的國家的人就不再害怕 就是說我們知道他的走向 所以這個是一個解封的一個心態 在這個地方 那中國當然 因為以他國家來說 我們都覺得他很嚴重 你看到什麼吉林神什麼 我看一下他的人口數是好幾千萬 是很多 所以一天幾千人不算多 所以這個疫情嚴不嚴峻是一個 是一個對比的 假如你目標是朝清零的話 五個也是很多 三個也是很多 你的目標就是朝向往前走 就是往這個群體免疫的方向走的話 那就是不算多 那香港的問題 香港當然是很嚴重 香港的問題它是一層一層一層 它不是只有一個問題累積出來的 它從最開始以清零為目標 然後它沒有contingency plan 就是沒有應變計劃 應變計劃就是那我失敗的時候我如何 那它的所作所為跟我們台灣早期是一樣的 但是我們已經有在改變 所以我們不會跟香港一樣 這個我很確定 那就是它的問題就是 它把所有的人因為要清零 所以只要是有確診的人就放到醫院裡面 就是最好的地方 然後當年輕人這種沒症狀的人 佔滿了之後 老年人出現就沒地方進去了 他還要開始的時候還要二彩因才讓他離開 所以他就是沒有在他的醫療量能來處理 還有他們還有一個公私醫院的不一樣的地方 私立醫院就是不接受這種一堆人 所以他的問題是非常的多 他跟台灣是完全不一樣 而且他的人口密度是非常的高 那在這樣子的狀況 他當然就是需要感染的人是很多 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所謂就是說進入一個安全的狀態的話 那就是你的群體的免疫 要在一定的狀態 那一定的狀態就是以疫苗來說 就是施打疫苗嘛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疫苗的施打 第三劑最好的狀況呢 也就是第三劑打完了 不管你是誰 大概就是六七十%的保護性 到了四個月之後 大概是三四十%的保護性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任何一個時候 你一半的人只要病毒進來 你一半的國人是會受到感染的 我們都不算沒有施打疫苗的人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是對於這種感染這樣子的狀態呢 我們大概就是要有另外一種的思維來看它 就是我們可能要開始去了解說 感染會怎麼樣 等一下有機會我會介紹一下 感染是什麼狀態 這個等一下深入在討論 我要先請我們畢生健身來談談 我相信CDC這一次 從這兩年忍受的各種指責跟謾罵都不少 那天我們看到鄭立文在罵陳時中部長 他要為他 他要為八百個死亡人來負責 其實如果你拿來臺灣死亡的病例跟全世界來比 其實臺灣算少的 但是我相信在這個疫情爆發之後 全世界都有死亡病例 所以他這樣的指責這樣的嚴厲 我相信大家不見得會認同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看到在去年尤其五月的時候 那大家簡直吵翻天了 尤其疫苗不夠的時候 那幾乎炸鍋啊 我們看到那個全島沸騰 現在疫苗看起來已經我看都有剩了 那我看我們陳部長在講Nova Max 現在那個兩百萬劑大概也到手了 我相信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很多 我今天特別要誇獎一下我們畢勝先生 就是說臺灣很多的民眾看到你 其實大家心就放一半了 像果菜公司的緊急的救援 一直到我們看到那個晶圓店在 在這個園區開始爆發的時候 你馬上就到現場去作證 有很多的場景啊 大家點滴在心頭 就是說這個你每一次都跑到第一線 而且呢使命必達之後呢都很成功 我去年在講 當很多的縣市首長說要封城 我後來在講 我說臺灣一旦封城啊 供應鏈中斷了 以後會很麻煩 要費很大力氣才有辦法重新再建立起來 後來我們忍住了 那我們大概到現在為止 表現可圈可點 那後續到底現在有人在問 疫情到底告一段都沒有 那臺灣如果延續在我們到現在為止的成功 然後一路往下走 你怎麼看 是我想隨著國際現在一直 這個疫情一直在變化嘛 那大家也陸陸續續在解封 我想我們這裡的民眾 我們自己國人 那也是茵茵期盼 希望能夠自由出入國境 不管是去旅遊啊念書啊工作 那所以說在這個邊境開放 或者是整個解封上面 我想我們會有一定的壓力 也可以說是我們要往這方面去走 那其實指揮中心在3月7號開始 把這個原來我們奉為歸念的14天的 檢疫時間改成10天 我想這就是我們做出的第一步了 那其實所謂的清零 那和這個所謂的病毒共存 假設我們病毒共存的意義是 所有的防疫措施都沒有了 就是這個完全解封 那麼我們現在是剛開始走 那我們需要一段時間去走 那我們希望能夠走得比較安全 比較穩健一點 那這個時候說我想我們就是不能太急躁 必須要有策略性的 要有一些靈活的策略 那有效的 那讓我們能夠真正走到那個階段 我想國際的這個疫情 現在看起來是漸漸是趨向穩定 漸漸趨向穩定 所以我想我們也是必須要往那個方向走 我們最近大概都有個位數 要不然就十幾例 這個狀況就是說跟原來每天都在講 那個零確診 現在大家不講零了 那現在這種常態化以後 這正常嗎 我想在一兩個月前我們就預測 大概是會這樣子的情況 就是說到處會有一些零星的個案 那在這個解封工程 我們不希望看到這個所謂的指數型的上升 一下子的病例太多 這樣還是會造成相對的問題 所以有這些零星的個案 我們就是去做一些處理 處理並不是說要一定要把它清零 而是說不希望它的這個擴散速度太快 所以以清零的態度去工作 但是不是以清零作為一個目標 那是現在我們在做的事情 所以這樣子的狀況 我想會持續一陣子 我們後來就1992這種 採取實名制 比方說我們現在到賣場 到各種地方都先要掃一下 這個對你們在防疫的 在控管上有沒有帶來比較大的幫助 我想一定是有的 這也是非常肯定的 因為我想我們在做疫調的時候 我們就是需要一些這個足跡方面相關的資料 這個場所到底有沒有人出入 那出入的時間是什麼 這些我想都對我們非常的有意義 那這些在控制疫情上是有很大的幫忙 所以我認為這個還是希望民眾能夠繼續配合下去 好 你也繼續加油 我相信大家 大家其實真的點滴在心 真的很感謝你 好 我們來請郭博士來給我們解讀一下 我最近在看那個像新聞在講說 香港他把研究那些死亡的病例 他發現有87%是打科興 那我們大家可以看到 香港這個一天確診最高到五萬多 那到現在為止大概一萬多 那現在大家在擔心就是說科興的防疫力如果不加 在香港所呈現的狀況 好 現在對中國來講 他大部分都打科興 打到現在為止 如果他的要力如果不加 現在要改變的機會也不大 那這個對未來中國在整個防疫的過程當中 他到底怎麼辦 這個你有什麼看法 正好就是幾天前香港大學做了一個研究 他就是去施打第三劑的科興 然後去看香港的這個他的疫苗的效益 其實他的結論是說 科興施打三劑的話 他預防感染也是不錯的 那當然就是他當然就是說 我們現在才打 然後我們發了我們追蹤的時間不是很長 那個也一定是說 你追蹤時間一長它是會下降 但是不管怎麼樣 他跟其他的疫苗都是一樣 就是你剛打第三劑的時候是好的 所以中國要想辦法跟香港他們要想辦法 施打第三劑快速 而且是一起施打不是這裡打那裡打 然後拖得很長 所以這個就是科興這個問題呢 可能因為香港這個研究有點有所解決 當然我們可以再觀察更久一點 那所以科興效果不佳 對他自己不良 對其他 因為科興其實這個疫苗 供應了好像幾十個國家 好像即將五十個國家 所以這個問題 不過問題是這樣子 因為現在我們大家 所幸噴到的是Omicron 那所以你感染了之後 其實也不會很重症 只要有施打一些疫苗 兩劑或者三劑 他的那些死亡科興應該都是老人 年長的人比較多 就是體弱的人比較多 我先請教我們醫生兄 就是說如果從這個第一劑 第二劑 第三劑 現在到第三劑看起來 還沒有過五成 這還有一個有加強的空間 然後打一劑之後到第二劑就少 我到鄉下去看很多老人 七八十歲 他們到現在有人不打 為什麼 他說我沒打不會死 他萬一打都死了怎麼辦 很多人心裡有這個過癌 所以我們這個很多老人 老人到現在他不打 這個到底我們要 如果用什麼方式能夠說服他們 還有第三劑到底該怎麼打比較好 你給我們觀眾朋友 如果沒打了給他建議一下 是我想這個第三劑 我就應該講說完整的疫苗施打 是我們解封很重要的一個速率 決定的一個步驟 那我知道有很多長者他不願意打 當然是擔心他的副作用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像最近 我們長跟這邊有做一些研究 那看到他們其實擔心的都是副作用的問題 那我們看到這些如果以這個mRNA跟吃蛋白的疫苗來講 那吃蛋白疫苗的這個副作用是比較小 那這是可以去選擇的 那當然如果說要促進疫苗施打 我想就是有一些方式 包括我們給一些這個獎勵 那甚至我們現在也在想說 還有沒有更多的這個獎勵措施來到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要去 我是覺得要做好的宣導 因為當我們在解封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會被感染的機會還蠻大的 那我們看到這個香港 那他或者是韓國 我們看到這個他因病 那死亡的人大概都是長者 百分之八九十都是長者 那尤其是疫苗施打不完整的 那不完整的跟這個完整施打的這個死亡率 比較甚至超過了這個二十倍 那所以第三劑的施打 我認為這是保護自己 這是最重要的 這個要請教何博士 現在打三劑很多人在想 第三劑打哪個比較好 我經常有人問到 這個我當然請教你 就是說現在好像以大家都覺得 好像莫德納最好 那現在就是說 有人前面兩劑打AZ 到第三劑打哪個莫德納 他看起來狀況是不錯的 還有人認為以後 也許美半年很可能要像高端這樣 要不然因為這個 他的這個比較沒有副作用 那很可能包括你如何選第三劑 還有一個 打完三劑之後 到底要不要打第四劑 這個你專家的研究 你有什麼看法 你跟我們說一下 我想是這樣子 當然數據是數據 其他數據就是一個一定的數據 所以顯示說你BNT 兩劑BNT加一劑莫德納 那是最好的排列組合 但是我們 我是覺得我們個人 不需要去計較那麼多 就是你選一個 你覺得你安心的 你看看它的副作用 你喜歡或怎麼樣 時間到了你就打 其實沒有那麼嚴重 大概只有第三劑 我們不建議打AZ以外 現在我們有的BNT莫德納 還有高端都可以打 高端當然就是說它的抗體上升 可能微微少一點 那這個也不是一個問題 年輕人打一下或者怎麼樣 反正就是只要是說 我們打了疫苗之後 我們有機會受到感染的話 我們的免疫力就會被衝刺一下 就會到的滿分的狀態 所以其實去選擇哪一劑不是重要 第四劑要不要打 有一些研究已經告訴我們說 第四劑打了之後 它所產生的抗體 沒有比第三劑產生的更高 意思就是說 這些疫苗打三劑 不是 三劑還是會假 所以重要的人所謂就是高風險的人 長者或者是有風險高的人 會建議打第四劑 很多國家都這麼建議 未來我也會這麼建議 就是說當我們病毒 有進到社區的時候 這些人可以再打一下 因為我們也並不希望 很多體弱的人 那就加強劑 對 算是加強劑 可以這樣子的考慮 就是我想第四劑 對一些人是有必要的 但是整體而言 我們是沒有這個必要 可是假如我們一直都不解封 一直到冬天的時候 那又不一樣的狀態了 到了冬天的話 可能新的病毒會出現 可能變數就太多的時候 可能就會被迫全體打一次 所以我是希望 我們有一定的角度 把在這個夏天要結束 或秋天的之前 我們把Omicron這一波走完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這個疫苗打到人體之內 會不會若干年之後 它呈現一些什麼變化 這個你們有沒有研究 過往的疫苗 是有這樣子的現象 所以這是為什麼 MRNA疫苗 我個人一直覺得 對小朋友 我就覺得說可以有選擇的話 我們給他別的疫苗 但是沒有選擇 像美國 像歐美 疫情這麼嚴重的時候 那當然打 因為整個國家大人都不保了 怎麼保小孩子 那就是所有的東西 都是利弊的分析 所以就是說我們 在這個施打疫苗 這個過程裡面 所以會有什麼效果 我們MRNA疫苗 就在觀察一兩年嘛 沒事的話 小朋友也可以打嘛 但是我想可能 我們可能到時候 就有更多為好的 小孩子好的疫苗 這樣會出現這樣子 所以這是一個利弊的分析 那所以不要害怕 我們 我給你看 疫苗我們看一下這個圖 你施打疫苗的時候 你是年長的人 不好意思 年紀大的人就是吃虧一點 他的疫苗反應就是不佳 他就是比較低一點 可是假如你有感染 加上疫苗 不管是先感染後打疫苗 或是先打疫苗 再來有突破性的感染 他可以突破這個老人 抗體反應不佳的現象 所以這是我試著在告訴大家說 我們都不想被感染 可是我們現在要面對的事 沒有選擇不被感染 我們一定要被感染的情況之下 我們也不妨來認識一下 被感染有什麼好處 他確實是有一個 比較長效性的好處 這裡又告訴我們說 同樣都有施打疫苗 這裡兩組人都有施打疫苗 上面打的是BNT 下面打的是莫德納 然後底下這條線 是以前有感染過的人 底下這條線有感染過的人 那這個是累積性的感染率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曾經感染過 被感染過 再加上疫苗施打的話 你的保護性是非常持續 現在有好幾篇文章都顯示說 這樣子的保護性 大概可以持續到八九個月 那當然假如說未來新的疫苗株 它的變異 它的抗原性變異太大的話 當然就沒有這樣子的現象 但是以現在而言 是有這樣子的現象 而上面這個只有施打疫苗的人 他在一定的程度 你看施打率就增加 就是這個感染率就增加了 累積的感染就增加 表示它的疫苗的效益 是一定會下降的 所以疫苗有沒有 我個人來說 我就打了四劑了 你已經打四劑了 不是不是 主要是因為我是聯雅的受試者 打了三劑 我原本是要等到第三劑之後 就是就等於說 它是初始劑量嘛 要等六個月 我再去打第四劑 不過那就是下個月的意思 不過因為幾天前 聽說我們疫苗都要過期了 我們比較惜福的人嘛 就去給他打了 也沒事啊 好得很啊 所以就是我們都做 每一個人都做 我們該做的事情 就沒事了 好 這個該做的 我們每一個人做該做的事情 好 現在回來指揮中心 我們很多人都在期待 現在慢慢要降級嘛 我們在最嚴格的時候 什麼都戴口罩 都不能拿下來 現在在戶外也可以拿下來 然後現在我們回國的人 都住到每一旅館 然後隔離14天 後面還有自主管理7天 對 現在慢慢要降到5加5 那逐步再往下降 要請教畢盛修就說 我們在CDC未來的這種降級 大概會呈現什麼一個態勢 那最後我們總共來說尾巴 是 我想如果有關於檢疫的天數 我們現在是降到10 而且可以開放回家是一人一戶 那這是一個比較大的變化 但是我想我們還是繼續再往前 看能不能再把這個 檢疫的天數再縮短 那這不是用猜的 我想我們必須分析一些數據 那我們也在做一些相關的調研 讓我們知道說我們在縮短期程 會不會造成相對的影響 那這一切的目的都是希望說 不要因為我們檢疫措施的減少 而造成這個很快的大的流行 所以檢疫天數減少 那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那另外就是一些相對的防疫措施 其實我們在 大家可以去回想 我們在這個兩年多的時間 除了去年的5月到8月這段期間 比較嚴峻 其實我們生活上的管理 其實還滿少 相對其他國家 我們的這個防疫的強度 其實沒有特別的強 而且其實是大家生活還滿正常的 那就是剩下就是口罩 那我是認為說我們的國民 對口罩並不是這麼排斥 那所以在我覺得在室內 空氣不流通的地方 或者大型全球的地方 再戴上口罩 我覺得在目前還是必要的 那以後可能會再看情況 再陸陸續續去放 那所以在這些措施之下 就是說我們陸陸續續把 這個防疫的強度再降到 我們可以容忍的這個最低 然後最後再做解封 這是我們的這個策略 這個全民戴口罩還是非常棒的 為什麼呢 你看你只要到街上 你發現一個人沒戴口罩 一定會趕快跑回去 去拿口罩 這個如果沒強制還不容易 但是你看到 所有人都戴口罩的時候 你一個人沒戴口罩 你就不敢上街頭 所以我西裝袋就放一個口罩 萬一出來 你看沒戴 趕快拿起來 那這個就是說 你自己會隨時備用口罩放在身邊 那我想這個習慣對台灣來講 這個在全世界看起來是台灣最落實的 所以我想大家都有功勞 就CDC為台灣付出這兩年多 我覺得大家應該很感恩 然後呢 老百姓其實大家也非常認同 很熟悉 這是台灣到現在為止 非常不錯的一個成果 好 我們何不舒服 回來跟大家再談一個觀念 就是說 未來這個疫情 現在我們一生從來沒 第一個沒有一個人想到說 我們口罩會戴這麼久 我相信這個是你無法想像的 那第二個疫情已經經過兩年多了 理論上如果看以前的SARS 它最後無疾無蹤 而且時間很短暫 現在這個這麼長 然後呢 你也剛才講到 Omicron之後呢 可能後面還有很多變異的病毒出來 這個萬一一直這樣下來 那個對人類來講 這個就變成一個常態化 跟病毒共存 未來這個世界到底 你如果來看這一波整個 這個COVID-19到現在為止 那後續的發展 跟我們未來全人類 到底會面臨什麼樣的一個衝擊 通常我們也不是先知啦 我們對未來的發展 就是透過對過往的了解嘛 這個地方告訴我們說 Omicron 它是現階段最新的流行的病毒 它已經有四株了 Omicron BA-1 BA-2 BA-1.1 就是已經有四株了 那過往我們去看 所有新演變出來的病毒呢 它跟原始武漢豬 在這個spike protein 就是這個極蛋白的部分 那個蛋白胺基酸的改變 數字非常的多 就是意思是說 它一跳就是跳極 它為什麼這個跳極 是什麼樣子的狀態呢 意思就是說它可以免疫逃避 但是其實過往 最重要的新的豬的演變 從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看到說 其實過往所有新的變異種出現 都是因為它的R值增加 這裡就是說Delta 以Delta是0.4的話 那這個Omicron E的話就是1 然後再來是Omicron 1.1 就是1.幾 然後BA2呢就是1.4 那過往我們也知道 這個Delta又比Alpha又多了一半 意思就是說演化有兩個力道 一個力道是快速傳播 第二個力道是免疫逃避 過往都是以快速傳播 未來一定也會快速傳播 Omicron這麼快 BA2比BA1更快 未來就是很快 我們這麼快的速度 你就可以知道說 科技人沒有辦法 為一個新的病毒 及時給你做出一個疫苗出來 沒有辦法 再來就是說它會免疫逃避 因為其實我們去看全世界 除了少數幾個國家之外 他們都已經把Omicron這一波走完 走完的好處就是有感染 有疫苗 你Omicron也cover了 Omicron也可以照 你的免疫力也照得住 Omicron這一類的 然後照得住這個原先的這一株 你可以比較強一點 Omicron這次死亡病例比較少 很少 其實我很希望 就是我們這樣子看一下新加坡 大家都說我們不是新加坡 我們疫苗沒打得那麼好 新加坡告訴你說 99.7%都是無症狀跟輕症 只有萬分之二 千分之二的人是需要氧氣 萬分之四的人是需要加護病房 萬分之三的人死亡 那我們國家應該有這樣子的數字 過往也好幾千人了 我們的羅一鈞組長應該可以給我 每天給我們這樣的數字 那我們知道說 其實Omicron沒有需要那麼害怕 我想這個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對於未來的走向 要改變對確診的這種害怕性 那解封這段時間走的是一個過程 就像剛剛王主長說的 解封是一個過程 我們不是哪一天可以解封 我們就到家free 不是這樣解封之後台灣的問題是 我們要逆向走路 別人是因為一直都在封城 所以你解封是自由 台灣是國內一直都是自由 政府給我們太舒適的方式 然後我們說要解封讓 就是把這個簡易時間剪短 病毒就會進來 那個時候我們就大家要小心 所以這是一個逆向行使 大家一定要接受這樣的事實 我們沒有權利不接受它 這是很重要的 現在你講那個逆向行使 一個就是說大家對確診 聽到確診大家嚇死 這個恐懼感慢慢要消除 就是說好 那我們原來因為政府給大家太好的 優惡的環境 現在我們可能要跟全世界 大家交流 這個交流 台灣又有另外新的準備 我相信這段時間 我們對陳部長或柳一軍 或是我們防護組長 我相信老百姓其實都非常感恩 今天特別請王組長來這邊 跟大家也是信心跟鼓舞士氣 我們面對一個兩年多以後的 後面的疫情的調整 我相信大家全民戰戰兢兢 我們一定會度過這個難關 今天謝謝我們何博士 也謝謝王副組長 也感謝大家觀賞 等一下回來 我們看下個禮拜的投資策略 我們看下個禮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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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下個禮拜的